哈喽大家好,随着大年初六的到来,过年逐渐进入了尾声,大部分人也将踏上新的征程,生活即将回归常态。 大年初六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,我们都知道大年初五赢财神,那么在很多地方,大年初六有送穷神的说法。 关于送穷神,说法有很多,有人说是江泽衙的妻子,还有人说是五弟的小儿子,专门喜欢穿破衣服,喜欢喝稀饭,这个孩子在死的那一天就变成了穷神的生日。 财神人人喜欢,但是穷神自然是避而远之的,所以在初六这一天就会有送走穷神一年发财的说法。 那么正月初六也是新年的第一个六,六在我们中华文化中是一个非常吉祥的数字,有顺的意思,所以很多人选择在这一天出门。 很多商户酒楼也会选择在初六这一天开张营业,在旧时候,农民也于初六这一天开始夏天,准备春耕,开始新一年的劳作。 正月初六也被称为马日,由马到成功之意,所以在正月初六这一天, 很多人会将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,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一年的工作和生活。 那么在正月初六有哪些饮食的习俗呢? 有很多地方正月初六有吃鸡的习俗,鸡与鸡同一,大年初六吃鸡寓意大鸡大利, 初六过后,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即将回归常态,大年初六吃鸡也代表着人们希望在新的一年能够万事大鸡。 而吃鸡也是有讲究的,鸡翅代表展翅高飞,飞黄腾达,一般分给家里的长辈或者是当家人吃。 鸡爪寓意着抓取抓财,一般会分给家里的后备人来吃,寓意后备,锐意进取。 鸡头一般会分给家中从政或者是即将高考的人来吃,寓意着升官或者是中举, 若是分给家中主要的劳动者来吃,则代表拔头筹,那么这个人在新的一年工作和生活都会有很好的成绩。 人们常说吃啥补啥,鸡心一般会分给小孩子吃,则是希望他们多长一些心眼。 在北方正月初六还有吃驴打滚的习俗,驴打滚是北方的一道传统小吃,是由糯米面、黄豆面、豆沙馅为主要原料制作而成。 由于在制作的最后一步要撒上黄豆面,犹如郊外的野驴在地上打滚撒欢,养起的真正黄沙而得名。 其口感软糯香甜老少结疑,正欲初六吃驴打滚,一式予以裁员滚滚来。 另外在古代初六以后将开始春耕,吃驴打滚也寓意着生机勃发,勤劳致富。 在我们北方还有一种小吃,也是初六不能忘的,就是吃油糕。 油糕也是北方的一种传统小吃,是将烫面面团包裹上红枣芝麻或者是红糖馅料,然后炸熟。 炸好以后色泽金黄,吃起来香甜可口,象征着步步高升,生活甜如蜜。 大年初六很多人将离开家乡回到工作岗位上,一般都会在临走前吃上几个油糕,也会带几个在身上,既有年的味道也是家的味道。 这些虽然是老规矩,老传统,甚至会觉得有一点封建,也被我们一代一代人淡忘,但却是中国浓浓的年类和老一辈人对年的信仰,寄托着无数对亲人和对生活的美好祝福。 过年这件事也是中国人最重要的情怀。 好了,大年初六,愿您打开吉祥好兆头,新的一年,一切顺利,好运连连。